我们遇到霸膜的时候 先看看我们机器的砸紧力 看看它 你看 整个轴已经鼓了起来 鼓了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就要调线路板了 线路板在我们的机器 正中间这里 调哪里的 这里有三颗螺丝 三颗一级螺丝的 你就调中间那一个 如果砸得太紧的话 我们就要一锡针柳 一锡针柳 柳它两圈之后 你再看看它的炸紧力 看看它那个炸紧力够不够 现在还是比较大的一点 再打开 打开之后再去调第二个 也一锡针柳 柳一点 再重新炸一下 炸到怎么样呢 炸到它的一个顶招 跟这个起刚好敏合 就可以了 如果它太松的话呢 太松的话呢 我们就顺时针柳 顺时针柳 柳了之后再炸 啊 啊 就可以的了 啊